好,機械系的教學主軸裡頭 精明製造跟機電整合自動化這兩個領域裡頭 我們在學生專業領域的規劃上面 從一年級開始 我們希望學生有一個基礎的秉級加工證照 這個對未來來講 他可以在二年級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投入到一級證照的一個輔導培訓 繪圖這個部分的話 除了2D的繪圖再加上3D的繪圖 我們希望學生在畢業之後 能夠具備設計、製造、開發的能力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是機械技術科 對機械這方面有興趣 畢業以後大學推出來 機械這方面很重 我想過未來大學畢業 往上路的研究說 高中的話只是學到一些比較基礎的 但是大學會更深入地去接觸到很多東西 接觸到各式各樣不同的資產 也會比高中接觸的還要更深入 學到更多的技巧 這三年之中我在參加機器人比賽的時候 我有學習到從機構設計 就是一台機器人從無道遊的整個過程 在加工方面 學校也陪我們去做很多的證照的考驗 智途方面也有考驗 不僅學到了智途加工還有機構的設計 還有一些其他的專業課程 像熱流、材料力學等等的 整體學習起來對未來就業非常有興趣 老師他們都會信仰的去幫助我們 如果學校有資源的話就會跟我們講 盡量就是讓我們學到更多的東西 學校理解如果有問題問他們 他們也都很容易幫助我們 很有耐心 有困難需要解決他們也會幫忙 來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不用擔心設備的問題 像各位方便場景所看到的 車床的行程 裡面還有CNC的車型複合器 和車床那些都有 證照的方面 地上會輔助我們去考取這兩張證照 就業會看這兩張證照 來獲取更好的性質 學校的教育流程 基本上排課很合理 讓我們可以盡有自己的修行時間 也在上課之間也會少學到東西 可以參考一下 是非常好的選擇 機械系的孩子在機械系這邊 受到的教育訓練 能夠給他一個很基礎 進入職場的技能條件 包括在為人處事 團隊合作這方面 我們不只是說專業領域 一個為人處事的方式 態度 這在職場上是很重要的 機械系的學生 被很多的企業所讚賞 去年來講 台積電在全國開始 對大專業校舖持習的時候 他總共只挑了四個學校 做一年的實習 明星是北台灣唯一的學校 我相信有過往好的一個教育成果 被看到了企業的認同 所以會回來學校跟我們這樣做合作 家長把小孩交到這裡來之後 我們會認真地看待每一個孩子 是才是心 不是每一個孩子都需要做同樣一件事情 你的興趣在哪裡 我們往那個方向來做輔導 我們希望每個小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質 發展的一個空間跟流域 給孩子一個機會 給機械系一個機會 我們歡迎家長把小孩子交給我們 我們會好好照顧他